好 镜头拉回台湾 检查查出呢 包括优活集团 荣阳实业等 国内六家知名业者 从民国96年到103年间 涉嫌勾结了资色会的员工 诈领经济部和农委会 专案计划补助款 总计金额高达将近3000万 其中光是优活度假村 就诈领2500万 他完全不用自己 全部都拿政府的钱就对了啦 对对对对 大批检查人员兵分多路 来到优活等六家公司 搜索相关账册 原来这六间业者 涉嫌勾结资策会的员工 诈领经济部及农委会等 单位的专案补助 金额高达了近3000万元 其中位于墾丁的优活度假村 就诈领了超过2500万 计划内容包括这个 热活常住优化 全新服务建制计划 还有这个台湾优活旅馆 生态休闲平台建制计划 他们包括有制作这个假契约 假发票 还有不时的一些会计凭证 检调查出优活度假村 从97年开始就串通厂商 透过不时的发票 低价高报 不然就是序列财务费用 诈领补助款 其实早在今年8月 检方在追查 屏东优活度假村的负责人 曾中信 因为涉嫌购买 未经过林务局合法标售的台湾快木 被依违反森林法和收赃罪 裁定100万元交保 没想到检方追出了案外案 揪出优活度假村 以两个项目申请补助 但自己一毛钱都没出 不但前财务副总及厂商等四人被深压 如今连资测会人员也因为涉案 交保后传 资测会的员工 他跟这些厂商勾结 用假契约假发票的方式 来诈领经济部跟农委会的补助款 那所得的款项 是有10%会进到资测会里面 其实优活度假村的正义不断 一路从先前的环平未过 到老板非法收藏快木 没想到如今 竟然又多了一条勾结资测会 诈领补助 记者老广长张星台南报道